369的很簡單 你就點擊這個這個地方 點擊這個APP 它會跳出有一個setting 這個底下有個setting setting裡面的話再往下拉 會有個delete 如果delete掉 你舊的就不見了 就清空了 所以一般我們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說還沒有delete之前 我先把它下載這個APK 像我剛剛不是點那個小綠人一下 它有個APK對不對 那就是把這個APK 怎麼樣先傳到 一般我剛剛講過啦 傳到雲端硬碟然後再產生一個QR 一樣可以有類似的作用 一樣可以裝 因為那個Android手機 那位置來源打勾就可以安裝 可是iPhone 就比較麻 iPhone它沒有月遇你也沒有辦法安裝 而且iPhone呢 就是你可以開發人員帳號 好像每一年都要再註冊一次 不像Android手機是一次終生有效 所以iOS我記得一次 一年好像要30塊美金 每一年每一年都要繳 那它驗證也會比較嚴苛啦 不過相對它的系統也比較穩定 比較不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APP出現 當然這沒有辦法 那實際上 不過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有個秘密 其實不算什麼秘密 APK實際上就是ZIP 有沒有 那你把它變更之後 可不可以解壓縮 其實也可以解出來 有沒有解出來解壓縮 那裡面是放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 它的那個 在這個個目錄裡面 有一個叫什麼 叫Assets 第一個目錄 裡面有個TricleW 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你把整個網頁 通通都下載下來了 如果說你今天 要看這個裡面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呢 你只要把它放到網頁裡面 打開 一模一樣的東西就出現了 所以其實 如果你用JK Mobile打包 APK根本沒有什麼保護 解出來 就什麼東西都有了 當然前提是 你是用那個 JK Mobile寫的 一目瞭然 網路上很多 你先把它download下來 APK把它轉成ZIP 解出來 就看到了 好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 不過我們重點不是在 在破解它 我們重點是 是分享它 所以當然這個只是 額外的跟各位說明 再來就是說呢 你這個時候 才有辦法再去上傳第二個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刪掉之後 這邊刪除 這邊把它刪除 Delete 確定 Delete掉之後 特別注意喔 請記住Delete掉之後 一定要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之後呢 它才會出現upload 也就是說你重新整理之後 再傳一個新的上去 它也還會幫你轉換 轉換完之後呢 你當然也可以產生一個新的APP 那也就是說 雖然是只能產生一個 不過你可以藉由刪除 再傳新的 也可以達到可以多個的目的 那另外就是說 剛好同學問到 怎麼樣註冊 那個 Android的 那個 Google的Android的 那個開發 留言帳號 很多啊 書裡面都有提啦 只是說如果你要找 不然你就找那個 那個什麼 我的部落格吧 我部落格裡面的話 其實之前有講過 也這樣找吳老師嘛 吳老師的這個裡面 找有一個叫部落格裡面吧 App開發的懶人包 裡面的那個 進來吧 我印象中好像還蠻上面的 就是會有提到什麼 在哪裡 有個 這裡 有沒有 申請開發人員帳號 反正稍微看一下 基本的步驟都一樣 再來就是把你的信用卡準備好 輸入上去 大概不到幾秒鐘就扣款成功 恭喜你成為開發人員 OK 畫面先還給我一下 那我是建議啦 你既然已經學了 就可以 這個費用其實我覺得值得花 然後再來你要設定一個目標 一定要把App傳上去 這學期才沒有白來 不然的話你 這個這個 做了這麼多 最後什麼都沒有 人家問你說你在學什麼 對不對 如果你有東西 你說你看 你Play商店找一下 你看我可以找到我的App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這感覺應該是不太一樣的 OK 所以 這個當然盡可能 這個設定一個目標 那後面我們還會再講 今天講的這個方法比較簡單 那Visual Studio 同樣也可以幫各位轉 只是說它的複雜度 它稍微高一些 那時間的關係 今天先講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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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